字幕志愿者 杨茂de 有五隻錶給各位介紹 其實未看完 看了兩天左右 我想第一隻 我覺得挺刺激的 首先是精工錶 精工今年的 Special Edition Spring Drive 其實重要的地方是準確性 介紹時可以做到一個月有十秒的午差準確性 所以這個在製錶的市場上來說 都挺大的一個突破 第二隻是Graph Structural Torbillon 這隻錶要看看 你們可以上遊師網站去看看 這隻錶的構造 在Skeleton之餘還有在Skeleton的機心甲板上 是傷了石 這個真的要看到相片或影片 你就會感受到 第三隻就是45mm真歷時的芝麻鏈 駝飛輪 這隻錶運用了 首先駝飛輪是為了準確性的突破 第二就是在芝麻鏈 亦都是為了能源的穩定性 兩樣東西加起來 這隻錶都挺特別 挺值得看的 第四隻 Federy K. Consent 今年出了一隻萬年齡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萬年齡以我所記憶 是不用七萬元港幣 不收鋼的款 這隻錶的 因為比較便宜的萬年齡 其實市場上都有 不過這隻錶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的外形或構造 錶盤的擺設 都是非常吸引的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欣賞 最後一隻 HUBRO的Big Bang 今年是十五周年 它出了一系列很多不同的款式 但這隻特別印象深刻的 就是一隻Sapphire Crystal 整隻都是Sapphire Crystal 乳博的Big Bang 這隻錶 你看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重量很重 其實不是那麼重 挺輕手 而且戴上手也是挺舒服 你會見到這隻錶 雖然市場上不算最新的藍寶石水晶錶殼 但是這隻錶的構造和尺寸 戴上手也是非常舒服的